你想用一家银行不但仅仅是做房贷 更多的能够帮助你在地产股票和其他国际市场也做投资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澳洲这个全能银行 麦考利银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之前聊了澳洲的传统四大银行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比较突出的或者说比较有特色的一家银行 就是麦考利银行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来说 像澳洲的传统商业银行 他们主要做的是房地产和金融之间的贷款业务 换句话说就是主要的业务来自于个人消费贷款和商家消费贷款 或者是公司贷款 那么从贷款的利差中来赚取主要的利润 这是传统商业银行的运行模式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家银行是比较特殊 它一直以来是称为澳大利亚最大的 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家综合性的投资银行 说到投资银行 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都会觉得 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都是在美国 比如说像高盛摩根 像欧洲有一些比如说是瑞士信贷银行 或者是巴黎银行这些 但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有这么一家银行 它不仅仅做的是存款取款和房贷有 同时它也经营着财富管理 银行与金融 以及证券投资 股权投资 地产投资 和国际贵金属和大宗商品等综合性投资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 这家银行非常的全能 事实上 麦考利银行 它的股价 如果我们只是从单价上来看 它是比澳洲任何一家银行都要贵 那么根据本周三 澳洲证监会发布的 麦考利银行的半年财务报表公报 它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 赚取的利润是2020年几乎接近于超过了一倍以上 为什么能够赚这么多钱呢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展开稍微详细说一下 刚才说到麦考利银行叫做投资银行 或者说叫做综合性银行 那么它对比传统商业银行来说 它的额外业务其实就刚才我们说到的 具有财富管理 银行与金融板块 大宗商品和国际市场 包括最后一个就是麦考利资本 也就是它做股权和地产投资 换句话说 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财务大管家 如果你有很多的钱 不用说很多的钱买 有几十万 你不仅仅存在里面可以作为一个定期 更多的你可以买它各种各样的产品 从传统的理财产品 到一些高风险的国际石油黄金 等一些期权或者期货的合约 它都可以为你提供各类的服务 那么根据本周三财报显示来看 麦考利银行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 主要是受益于北美方面 也就是美国天量资金 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公布 使得大量的美元以及现金 流入到各个银行和理财公司手中 同时澳大利亚我们也知道 它是创纪录的低利息 加上去年大宗商品价格 尤其是什么 石油价格 石油价格的暴涨 从最低时候的某一天晚上的 负30美元 一路涨到今年年初最高时候的 接近于75美元 巨大的涨幅之下 大家想谁在盈利呢 可能我们传统上会觉得 像什么索罗斯 巴菲特 这一类美国的对冲基金 或者说是华尔街大鳄 他们会赚钱 那么在澳大利亚 美国的巴菲特 美国的索罗斯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迈考利银行 迈考利银行 是澳大利亚 绝大部分大型银行中 包括区域银行中 唯一的一家 大家注意 是唯一的一家 目前依然有着 固定资产投资 和大宗商品交易部门的银行 其他包括联邦银行 国民银行 澳新和西泰 都已经砍掉了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 其实就是用银行自己的钱 在证券市场上 在二级市场上 在大宗商品市场上 来交易 如果亏了 就得亏银行自己的钱 但如果是赚了 那赚的可就是天价 而迈考利银行 就是目前澳大利亚 唯一剩下的 那一家投资银行 能够敢用自己的钱去搏杀 所以在过去的12个月中 我们看到股市大涨 黄金上涨 当然也有下跌 但是石油价格上涨的是 10倍以上 所以很多的散户投资者 都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 我们可想而知 像迈考利这样的投资性银行 换句话说是投机性银行 他们的利润 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也正是这些原因 在本周三利润公布之后 迈考利银行的股价 直接从160父亲冲到了180 换句话说 它现在一股的价格 几乎就等于了联邦银行 2.5股的价格 甚至于等于其他三家银行 至少五倍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家 全能型的银行 来投资 来买入 那么在过去30年中 大家注意 在30年中连续赚钱的银行 麦考利就是澳洲版本的 巴菲特 就是澳洲版本的 索罗斯基金 我重点给大家 推荐今天这一家银行 如果您想了解 麦考利银行 未来的走势预期 或者是它的 完整版中文补评报告 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 获取相关咨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